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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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F35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发单座舰载战斗机 和世界上唯一一种以服役的舰载第五代战斗机 据有关资料显示 在红外隐身方面 该机在推力损失仅有2%到3%的情况下 将为喷管3到5微米中波波段的红外辐射强度减弱了80%到90% 同时使红外辐射波半的宽度变展减少了红外制导空空导弹的可攻击区 这极大的提高了飞机的战斗能力以及对敌攻击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隐身设计不仅减少了被发现的距离 还使全机雷达散射以及红外辐射中心发生了改变 极大的减少了被敌弹击中的可能 并能够在雷达不开机的前提下发射空空导弹 从而进行更加有效的作战计划 相比之下 LCA战机有四分之一的相关零部件是从其他国家购入的 其均为相关核心原部件F404F2型号发动机由美国通用公司提供 其座舱则完全由法国代为设计 虽然采用了爱理性的PS05A型雷达 但由于其机头较小 雷达性能大打折扣 还有LCA所挂的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以及反舰导弹 分别来自以色列 法国和俄罗斯 同时由于机身采用了复合材料涂料 LCA具有一定的隐身性能 另据印度政府相关人员称 光辉MK1型号战斗机存在相关缺陷 推力不足的发动机 过重的机身 容量降低的内容油箱 不能全天候作战 单点排油原料系统安全问题 还有飞行员自身安全等等一系列问题 当中的部分问题已经正在加紧研发改进当中 但不得不承认用各国零件技术拼凑出来的LCA 在以后的实战中 其性能稳定 着实让人担忧 即便如此 印度此前已经与多国商洽LCA出口事宜 并表示在2020年LCA产量将由每年8架增加到每年16架 然而时至今日 很多被推销的国家对于LCA反应冷淡 相比之下 F35的订单量在海外的销售成绩 可以让印方为当初的豪言倍感尴尬 党能量到将的十多变月 感谢观看